司樓除了掌握到以上重點之外 還致力拓展這個亞洲市場 令他們榮獲今屆 結出華裔創業家選舉当中的 最佳亞太貿易獎 今天就很高興請到公司的創辦人 梁偉能跟我們分享他的成功之道 歡迎來Jeff Thank you 先恭喜你拿到最佳的亞洲貿易獎 Thank you 跟我們介紹一下 譬如你公司有多少年歷史 以及其實就是做劃職 是嗎 主要是這樣嗎 是啊 是的 Thank you 非常高興 非常幸得到這個ACCE獎 其實一個獎不是一個人拿回來的 我們都真的要多謝我們的團隊 還有我的伴侶 Titan Chow 周千朗 還有我們其他的同學 Edward Kim 每個人都很努力 這幾年就建立一個公司 其實我們的公司都是大約六年前開始的 OK 六年前就這麼幸運 我們就有一個客人在這裡 Raminton Group 就是Raminton 給了一個機會 我們 就是地產商給了一個機會 對 給了一個機會 我們就開始的公司 在多倫多國這邊 都是你說得對 我們是做建築設計的 是 還有城市規劃 都做了 六年前就打工了 可以這麼說 還沒創業 還沒創業 我們都是拿經驗 我們在不同的 不同的工業業 在我們的教授那裡 拿經驗 是 OK 六年前就覺得時機成熟 所以就跟夥伴 就組一間公司自己開 可以這麼說 是的 我們其實是多倫多大學畢業 我和周天朗 Tine and Chow 是同學 是同學 25年認識的 所以大家都 其實都很難得 有機會跟同學同學一起合作 對 開公司 然後我們就加了我們另一個同學 Edward Kim來幫忙 現在都跟其他同學合作 現在有些就在馬來西亞 有幾個同學在這邊 所以都很好 其實回去讀書時候 都挺開心 我想很多人的夢想 可以同學 又自己開公司 是挺好的 是 真的很難得 OK 可能初初不是很困難 因為你們做事 覺得時機成熟有客 才開業 應該也不是太困難 是嗎 是的 初初也不是很困難 那一間困難就是看你的公司 你帶你的公司的方向 你的意見 這個是我們比較開始 就是看看我們想做什麼類型的設計公司 沒錯 我們其實都有時 其實都是講樂圖 有時我們都沒有想著 會去亞洲那裡去發展 其實我們在這邊 都是經過我們有時的project 這邊有時有等政府批 等政府的process 我們就說 不如大家試試個投標 剛好那時候 我們開足公司大概兩個月 高雄的碼頭有個投標 世界投標 就是一個開放式投標 不如我們試試 大家都在一起 就說 當時差不多有94家公司來投標 已經差不多百間了 對 竟然被我們無端的入足五強 我們就覺得還不錯 我們就覺得 可能我們的功能和技能都未必學 給我們一些鼓勵 最近這些投標 其實贏不贏不是重要 因為我們覺得 這些投標給我們一個鼓勵 就說你們都有機會 可以嘗試亞洲的候目 基本上我們就 其實做投標 真的要投資全部的精力 沒錯 半年時間都要做 我們其實回到亞洲 第一次回到香港那邊 就看看 在香港 他們在做一些功夫投標 我們在那裡又結識很多 打開眼睛 因為其實中國和香港 真的發展比這邊 真的很厲害 大很多 大家都知道 我看到你們西九又獲獎 西九龍又是一個很幸運的 我們其實都是 好像我們選擇的方向 不如我們真的在投標這個 去製造我們的品牌 製造我們的公司 還有 其實這個也是很辛苦的 因為你投資下去 這些投標 又有時沒有錢收 隨時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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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收了 這幾年都 又在深圳民生銀行 又立志入了五強投標 2013年 我們就在香港那裡 文化區那裡 就有個小型的藝術館 還有展覽館 就比我們很幸運 就贏了 那裡也很幸運 其實一百公司 你經常說幸運 但是這麼多公司 你覺得你贏在哪裡 因為我看了你的圖 就比較著重環保 概念和大自然成為一體 你就說想行公司的方向 就是這一點 是的 你說得對 環保其實現在是很重要的概念 現在全球都在說環保 我們的建築設計 就是在環保那裡 怎麼可以令它 其實環保不只是太陽能 只是那些高科技 我們就是建築物 可不可以令環境會舒服 好像我們的西九龍 用一體這樣 是的 我們西九龍的小藝術館 其實我們看見它 當然是不少 不過我們也想到很多概念 例如 其實它那個環保物 就好像一個 風流 風流在海中 那些窗可以打開 導致自然的冷氣 讓它不用太多冷氣 其實是一個建築物 那些建築物 才能使用自然的冷氣 導致自然的想法 所以你主要幾個大公司的方向 都是做這一方面 都是這樣 我們高雄都是這樣 其實很多人的寫字樓 都在兩支塔位 我們船站其實好像八傘一樣 那些寫字樓 你現在一直在亞太方面發展 譬如說你現在也知道 在香港開了分公司 是的 我們在香港開了公司 其實香港是一個好地點 我朋友Tynan也是在那邊的 他也是在香港長大過來的讀書 有畢業他就回去 剛好他又 其實他也打算回來 多人多 我們大家在這裡開公司 無端端這些投票又帶我們回去 非常好 香港我們真的很忠心 其實我們去北京也行 走來馬來西亞也行 其實真的有一個好地點 我們回去 你現在整間公司 連其他海外分公司 有多少人 也有十幾個人 我們在深圳 有幾個分店在那邊 香港 我們在多倫多 現在近來有個同學在馬來西亞 我們打算在那邊 在南亞洲那邊發展的空間 你未來想怎樣 公司希望繼續朝這個 做大項目的方向發展 其實我們大小的項目 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有個機會 讓我們做一些特別設計 像雍基浩盛 那個condo 我們其實是做一個 一千五呎的藥房 我們都很幸運 用CNC機 拿了個 Best Interior Woodsworth獎 都挺好玩的 其實 是 還有當然這邊加拿大的獨立 我們都做 最重要是有一個獨立 有創意 可以讓你們發揮 創意 我們當然是藝術館 還有我們正在幫助社會 我們都很想 進入社會社會 教會基本上是慈善機構 我們正在做四個教會 在多倫多 希望能奉獻社會 這些幫助社會 非常有意思 我通常都想問 避訪者的問題 你有沒有什麼經營之道 或者你自己的座右銘 去幫助自己創業 說真的 最重要 這個其實真的是一個cliché 不過我覺得 真的 如果你自己 給心去做一件事 以及追蹤你的夢 我覺得有一天會成功 成功 謝謝Jeff 今天分享你的成功之道 謝謝 不過我們希望觀眾 都會獲益良多 希望未來你可以獲得更多的獎 有更多好的設計 好 謝謝Jeff 剛才跟榮獲今屆ACCE 結出華裔創業家選舉 最佳亞太貿易獎的公司創辦人 梁偉能 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營商之道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其他環節 稍後見